啤酒是一杯是一个单位量 但是葡萄酒是这种玻璃杯就是举杯 庆祝的时候那样一杯 这样一杯大概是100毫升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是葡萄酒的酒精含量要比啤酒要高 那么对于白酒来说它的酒精含量更高 所以它的单位量就要降低到半两或者25毫升左右 实际上刚才我们第一篇报道里边 实际上是第二篇报道 就刚刚放过的在美国大学校院里头 大学生饮酒这个问题 我想到在差不多一年前不到两年前 又有过一场争议 就是关于饮酒的法定年龄的争议 我们都知道现在美国的法定饮酒年龄是21岁 那么在最早是18岁 后来把他这个年龄提高到了21岁 在去年的时候又有一些大学校长提出来要恢复到18岁 可以开始饮酒 那么这些大学校长的理由是 我大学校院里头要不然我不好管理 因为大学校院里边按照这个年龄 大部分人是不够喝酒的年龄的 但是到了快毕业的三年级四年级的大学生 可能已经到了这个喝酒的这个年龄了 那他提出这样一个一个建议 恢复到18岁21岁 那定这个年龄是什么什么样的依据 为什么当初美国把从18岁又提高到21岁 这个具体原因我在政策上具体原因我不知道 但是这个人的这个发育就是包括年轻人的发育 你可以注意到这个外面租车 对于这个年轻人要求都非常高 也就是说他在这个18到25岁这个阶段 他对这个判断的能力 要还是要在发育的过程当中 所以这个时间的喝酒对这些年轻人的影响还是蛮大 所以对他们来说这个过量的饮酒 对社会的影响对交通的影响都会很高 所以这个要降低喝酒的年限 这个在社会上会有阻力 另外有这样一个问题 在美国为什么把这个喝酒的这个年龄 和酒精的这个管制是非常的严格 相对于中国来讲 你比如说在中国好像据说也有一定的饮酒的年龄 法治上有但是没有人去管 三岁的小孩他如果想喝也可以喝酒 谁都可以到商店里头买酒 那么在美国是21岁你才可以买到酒 在美国不是所有的商店里头都可以卖酒 不是所有的餐馆里头都可以喝酒 这好像在中国相对来说就比较宽松 任何一个商店都可以卖酒 任何一个酒店都可以喝酒 为什么美国把这个饮酒 就是酒精控制控制的这样的严格 它有什么样的历史原因 或者是从医学的角度 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原因 这主要是一个 这个习惯是一个历史的原因 首先美国是一个比较强的法治国家 所以一旦有一定的法 那么都希望大家能够遵法 在美国曾经有一段时间 在二十世纪初 1919年的时候 能够禁酒 所以不让喝酒 不让喝酒 所有人不让喝酒 那只是因为 这个后面出了很多犯罪的案 那么民众的这个最后 把这个禁酒这个条文放松 那放松以后 它就是逐渐的一个改变 原因不让喝酒 现在就有些 有些部门可以卖酒 年龄上呢 它也是从一个更严格 从一个慢慢放松的 这么一个趋势 我觉得在有些方面 这个也应该借鉴 和其他国家这个习惯 比如说这个欧洲国家 那么年轻人是 虽然也是不允许喝酒 在一定年龄 但是家长往往 比如是十四十五岁以后 那么家长 你能够在他们在的情况下 给他们喝一点酒 这样虽然这个没有犯法 就是说喝大量的酒 但是孩子也知道 喝酒是什么样一个感觉 这样对他今后 对着喝酒的习惯的控制 也会有影响 还有很多关于饮酒 和健康方面的关系的 这些话题 我们回过头来仔细的来讨论 那么现在我想介绍一下 我们今天的这个电话号码 那么希望有很多的 中国的观众和听众 会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美国之音通过卫星电视和短播 以及英特网现场直播的 保健原地节目 我们今天的专家话题是 酒精滥用和酒精依赖 对健康的危害 现场的专家是 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 酒精研究所的王和博士 我们在节目当中 会接听观众和听众的电话 欢迎拨打美国之音的 免费直播电话 向专家提出问题 美国之音为您提供的 免费电话是10810 然后再拨打8668375161 在中国大陆的一些地方 您可能要先拨108710 听到录音提示以后 再拨打8668375161 再次提醒大家 除了通过短播和卫星电视 接收美国之音的节目以外 您也可以登陆 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 用现场视频来收看我们的节目 并且浏览其他最新的报道 和影响资料 我们的网址是 www.voachinese.com 邀请专家现场解答你的健康问题 发病率最高的 通过电视短片介绍医疗新突破 新手术 新药物 保健原地每周六 中国时间晚上9点到10点 一一为您送上 好 欢迎回来 黄特博士 我们现在有一位湖南的张先生 希望参加节目 张先生您好 您好 主持人好 嘉宾好 请讲 我觉得这个保健原地开得很好 现在中国大陆市场 把这个保健把它谈成养生 我最近到书店去看了一下 最近中国图书市场 这关于养生的毒物 我初步数了一下 一百多种 特别的火 那也说明什么问题呢 现在经济发展了 生活水平提高了 人人都想长命百岁 但是我这里想 对这个博士 我想提个问题 现在中国大陆 这个养生毒物 可以说到了个泛滥的地步了 什么吃茄子 可以降低血脂 吃绿豆如何如何 搞得中国市场 现在绿豆涨上天了 张先生 我们今天的话题 主要讨论这个饮酒 对这个健康的影响 对这个中国的饮酒这方面 你有什么看法 好的 我觉得这个中国 这个人喝酒 有个酒文化 很多的名牌白酒 这个现在我发觉 美国刚才讲的 美国对这个 18岁以上的成年人 这个酒类是进行控制的 现在大陆对这方面 可能有条例 有条文规定 但是没有去具体去执行 所以在最近 尤其是去年开始 这个公安部 对这个交通 饮酒 造势这个事情 可能 这么快就会我们会看到 做事 出品的 好 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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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口